说呢 在3月13号那一天啊 江苏南京一居民家中是意外失火 关键时刻 男子把妻子转移到阳台之后 自己呢 则是站在屋子里 双手拽住妻子 防止他掉到楼下去 由于火势秀猛呢 他虽然是保护住妻子的安全 自己却被大火烧伤 最终啊 消防员及时赶到救援 两人已被送医治疗 祝愿他们都能够早日康复 都说啊 女人总喜欢问爱人一句话 你真的爱我吗 我相信啊 这位妻子以后 都不会再去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她的丈夫呢 已经用行动完成了这个一生的承诺